隐身在安坑山区里顺着咖啡箱来到了这里 保留了老宅的韵味 多了点绿植和可爱的装饰 这家咖啡店让人一走进来 就觉得舒服的不想离开 老板Boris说自己很喜欢老屋 总觉得老屋有许多故事 能在老屋里喝咖啡更是一件浪漫的事 在整理这里的时候 我就希望让这边是保持一个很原始的状态 然后就没有去做多做任何的改正 或去多加一些装潢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大家最喜欢的 跟中间的石阶跟门面 对 尤其是它那个围墙比较矮 所以可以从外面就可以看到里面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店很可爱 从挑豆 烘豆到手冲咖啡 都是Boris一手包办 对于咖啡就像是找了迷一样 十多年下来说是爱咖啡成吃 一点也不为过 现在他更希望能将这份对咖啡的喜爱 分享给更多人 希望做出他们每一只豆子合适的风味 对 就是像有一些豆子它适合喝浅焙 有些豆子适合喝在中焙或深焙这样 然后会依不一样的豆子 然后去做不一样的那个配置这样 然后我希望客人在喝的时候 可以喝到豆子它的前味啊 中味跟尾韵的那种 可以在单品豆里面享受到这些味道 也很轻松很愉快 然后可以喝很好喝他们自己自烘的咖啡 对 那他们其实本身我对咖啡其实是蛮喜欢的 所以我会很喜欢这种自烘或是有自己的一个味道的咖啡 它的环境的话植栽都做得很漂亮 那所以其实很喜欢植栽的人的话就一定会爱散这里 然后加上就是户外半户外的空间其实很舒服这样 Boris说豆单上的咖啡都是自己喜欢的豆子 也因为喜欢才能推荐给顾客享用 而除了手冲咖啡 Boris的手作甜点同样不能错过 招牌提拉米苏采用自家咖啡液和莱姆酒 浓郁顺口细腻又饱满 提拉米苏我是用比较传统的做法是 里面只有马斯卡彭起司跟蛋 然后没有去加鲜奶油 那里面的咖啡液的部分 有些会用吉隆 但是我是用我自己的咖啡液 然后跟莱姆酒去做的一个搭配这样 然后它会比较浓郁的口感 因为比起一般有些奶油 它的奶油味会比较重 那我是希望它比较重的起司味道 然后跟那咖啡酒配起来的味道 是比较合适的 说是被咖啡吸引或者是被老宅吸引 不如说是被这里的氛围吸引 但也因为有好喝的手冲咖啡 美味的甜点 以及老宅独特的气息才会喜欢 随着安坑轻轨通车 不妨来这里走走 走上山来享受岁月静好的那一份幸福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